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警察照道理讲他是一个代表正义 然后声称这种冤屈 人家不是说警惠都可以辟邪 他也真的有冤屈一定要看这一段 我才叫他公布 刚才队长所提说 为什么就是说这些冤屈的人 队长去跟他拜跟他求 他没办法跟他脱沫 这两点 两点原因 第一点 你要知道 就是你当时在世的时候 你去上台席 你将来当鬼之后 你看到这些香蕉 你看到他还会惊 你又惊这鬼过来 惊这些香蕉过来台席一次 所以在世的时候你看知道 你在世怕什么人死掉又怕那些人 所以你今天被人家杀死的那个人 他也是很可憐 肉弱脸部还凹陷在这东西 所以这种情况其实 包括说警察同仁办案的时候 除了这种方式以外 其实家居看到了 人家怕怪怪的 之后又看了闭路电视 才发现了真的有这种东西 这甚至在网络上都在流传了 对啊 怎么会录到这样呢 这注意啊 这个扶龙派遥所的主管叫做沈文龙 这沈文龙人家叫做警戒大法师 我们另外一会再提到 他本身是道家第46代的传人 他只会讀的是有赦名有赦 他会会殷勤创造 好 来帮我们讲解一下 先休息一下 再见 演员 没评论 有信基金 我喜欢这种警戒 还有酒儿 感谢观看